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子 久等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公子说笑了 当国还有四公子进行辅证 杀气 可我也大兴 李大人别忘了我九弟 九公子学术专攻 应该还可是四公子的得力帮手 此人从我们进屋后 手自身之中没有松开过剑柄 刚才走过的那条路是伤门 难道这是七门之术 所以父王并没有要召见我 这个自然 你父王此时此地召见的是我 陪他赏月评价 九闻公子组织多谋 既然大驾光临我这寝宫 要不要猜猜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猜接下来父王到达 见夫人戴商受到惊吓 衣衫不准 而我吗 其实我只要是身在此处 便已是百口莫辩了 交出嬴政或者死 为何高高在上的秦国王帝 却要甘当一介杀手 雪顶阴梭 公子果然认识此茶 那不知你对卧剑的姿势 是否也有研究 破绽是相互的 因卧剑姿势的破绽而暴露的 才有你 只有你知道上公子卧剑的秘密 长安君成脚 上公子 似皇天扶上 如比泉流 无伦续以亡 哼 他一贯如此自负 就如同对待我一样 我为他征战六国 他却要将我掩埋黄土 死者的愤怒也会继续燃烧世间 九公子身为厮寇 执掌刑御 这样的行为 该判什么罪啊 我看在十恶之罪上 还要罪加一等 哦 笨也是一种罪 九公子真懂得逗女孩开心 王上驾到 我说的笨 是指夫人女啊 我看你 我看你 一样 我看你 你 这些人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想必合你為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今日李斯能得四公子剑行 倍感荣幸 天色已晚 李斯不敢再叨饶 就有平原军与三千门客好饮时日 江湖一时美谈 韩宇不敢自比平原军 但德宇两位 如果没有畅饮三天三夜 岂不令人笑看我怠慢当事英才 看来韩宇是有意要叫我们留在这 来人 把大门锁上 不合静性 不准开门 父王 红莲 你怎么来了 父王 你送我的那对青鸟 我画了几张画呢 你来看看吧 红莲娜 我这是要去明珠夫人那里 可是 父王 莲儿 明天父王一定好好陪你 啊 乖 父王 女儿被百月绑去 关在黑牢里的时候 只想能再看您一眼 就死而无憾 而现在 我们都好好的 您却没有时间陪我 红莲 父王 也是觉得没有什么比你失而复得更珍贵的了 走 去看看你的画 啊 对了 红莲 你怎么知道父王在这里的 父王气场强大 我只要跟着宫中 您散发的鹦鹉光芒 自然就能找到您了 哦 哈哈哈哈 禀告夫人 王上另有钥匙 改日再来 人生一大遗憾 美颜如玉 却无人欣赏 白白划了这么长的伤口 可惜了 公子 既然来都来了 想走谈何容易 这个屋子里的秘密 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别怕 起码还能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极乐前的欢迎 你的愤怒是虚妄的 我查阅卷宗 关于成脚的记录杂乱稀缺 唯独一点可以确认 成脚已经在一年前死了 我已经死了 正确 成脚十二岁兽封公爵 庄湘王亲受碧玉班纸以为信 成脚甚爱之 直到他死了 这枚班纸在成脚死后 被一名士族私藏 从此流落民间 在七国的各种交易中 不断一生 你怎么找到的 张家有自己的人脉 很好 现在物归原主 物虽归 人却不是原主 你这次行动 是为了复仇 还是让你以为是复仇 我不想与你做恐蛇之争 交出应证 当猎人陷入愤怒的时候 他就会落入猎物的陷阱 你不知道 紫兰轩已经孤立无援了吗 那你的同伴 又为何少为 彩蝶姑娘 这个屋子里的秘密 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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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留步 汉妃 你吊起了我的胃口 我要你拜倒在我的裙下 李大人公务在身 三杯为限 再喝就违反大秦律法了 这出使韩国 先生还要监督我 阁某只是一介散人 可以静享这佳酿 好剑 习武之人看到名气 难免忍不住一睹为看 此剑值得服一大百 彩蝶姑娘 不 你也不是彩蝶 你一直关注内室那道关闭的门 是不是已经猜到了里面是什么 很不幸 你已经被杀害了 彩蝶姑娘 为什么 原来被你们杀死的人 就有可能加入巴玲珑 我想 从一开始 你的同伴 就都在这个房间里了 影子 不过是你们隐藏自己的一种方式 行不逢影 影不离形 你只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一旦知道 就会真正的死亡 明白的死去 总比不明白的 留在这世间 在下再敬四公子 公子身份尊贵 葛某以一杯对一杯 未免失敬 这样 千诚兄 给我满上三杯 我只听闻葛聂先生 为剑中豪杰 想不到 还是酒中英雄 四公子 这样 可算尽兴的合法 这个自然 果然尽兴 既然尽兴了 那这大门 就可以打开了 哎呀呀 葛聂先生 别喝醉了 暗示李了 李大人 你胡说 这酒 才刚喝了一个开头 四公子 还答应要亲自送我们出城 我们一路走 一路喝 上天的指尖微微波浓 将八人的命运 捉到 在长角的命案中 你们相互交织 而一切的源头 又在我中 源头 一切的元气只在一个人的死亡 我的死亡 是的 我接到了杀死你的命令 军令如山 不 将军 你忘了吗 无趣在你最新杀伐时已经戛然而止 将军 你不过是城角府上一名无名的武鸡 是风群中随时可以舍弃的 就像舍弃我一样 不要杀我 我还是个孩子 我是一个母亲 假日 我的孩子 我会做大事 家人而止 明山 大阴牺牲 大象无形 原来你才是那个无生的源头 你能分清自己真正的敌人和朋友吗 需要你来告诉我 我确实没资格来告诉你 但九公子 也许需要有人对他提个醒 你跟九公子是基于利益的合作 你们之间的友谊 是否也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高楼 如果根基是虚假的 这高楼会不会很脆硕 你掉了成功 如果九公子知道你的真实意图 你们之间脆弱的友谊 还能存在吗 明镜可以劈碎 但是那座冷宫 却依然还在 叶木不是你的敌人 而是你实现物理的 最定力的方式 大厨 大厨 你把它放进 快队 Jared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昆婆是钱沙早已故去的母亲 她的仪式却如亡灵般守护着自己的孩子 钱沙为了完成任务 杀死了知晓成脚行踪的砍树 对李是个无辜的孩子 但你必须杀了他 因为正是他藏你了成脚 最终你杀死了成脚 或者说成脚成为了你们的一部分 心不防引 阳不离心 一心一体八面灵 其实呢 是一心一体 一体八面八灵 我只有一个人 他一定看到了什么 等你们很久了 再不来 茶就要凉了 尚公子 此行秦谷 还请珍重 八玲珑之为一解 先生以为 我此次咸阳归城 尚有变 尚公子归徒 是否再生变故 韩非不能为补先知 然秦谷之内 却有人能够料事于先 请先生明言 前任秦谷使节 在韩遭遇刺杀过不过五日 新任秦史 已经现身心正 随着尚公子此行韩国 秦谷内部 只怕早已掀起青涛害浪 如今权力的野兽 已经张开了牙 即便尚公子回到新国 出境 恐怕会更加凶险 刘沙曾经听闻 在七国的阴影中 潜藏着一个庞大的组织 他们在黑暗下 编制着一张无形的巨网 这个组织的名字是 罗网 你们也如罗网一样 每一个被杀死的灵魂 都会被禁锢在 巴玲珑的牢笼中 永远无法解脱 你很聪明 巴玲珑正好缺少 一颗聪明的头 听说先生曾经说过 七国的天下 要九十九 上公子的消息也很灵通啊 不知先生之法 是一国之法 还是天下之法 七国民众 受乱世之极久矣 诸子百家各师旧师之道 以法治天下 是韩非的夙愿 先生可愿与我一起携手 把这个夙愿付诸实施 共创一个九十九的天下 不知在上公子心中 这九十九 是秦国的天下 还是韩国的天下 大洲公主 天下八百年 孔子驻春秋 战国分七雄 这天下分分合合 最终受苦的 总是云云众生 哦 上公子对儒家学说 也颇有涉猎 先生师出儒家 又创立法术 容两家之大成 对此自然死无更深 我心中的九十九 应该是法治天下 儒之教化 上公子所以 深得有心 我欲助一把天子之剑 以七国为风 山海为恶 致以五行开临阳 只以春夏情意求冬 举世无双 天下归服 为天子之剑 先生就是这助剑之人 而我愿做这执剑者 天地之法执行不代 先生可愿与我一同去开创 这千古异国之梦 我已经破解了你们的秘密 你如果知道自己死亡的真相 就无法继续存在 我很聪明 但你忘了一个事实 阿灵龙当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死了 其中有一个是本性 其他人杀不杀的 是我杀死了其余的人 我很好奇 最初和最终的人 要是怎样也能看过 就给他看不见 卫庄兄 这不惯性以外 体内只很迟的 想起来了 我已经 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不想死 天杀地狱 痴美光明 卫庄杀手一共八个当家 情杀只是杀自己的杀手 武器却是一件来自天子之间的凶器 这下 从小就要撞他 那边 罗网派出的杀手不可能只是杀自己 月王八剑 黑白玄前 罗网天字一等杀手 你才是城脚案的真正执行者 你很巧 我很注意 彩蝶 已经死了 这是彩蝶姑娘 可惜 鸣血不存数 这是把好剑 可惜 鸣血不足数 斩杀仇人的头颅太少 锋锐有余 杀意上前不后 黑白玄前 听说也是一代剑制好者 可惜 轮为恩怨绝处的奴隶 恩怨 恩怨 这柄黑剑 为了复仇 杀死过一百三十六人 这柄白剑 为了报恩 杀死过一百五十四人 为了修炼最强的剑道 美白双剑下的双残场 更是数不胜数 我跟你无恩无偿 但既然你也是剑道 那就给你剑道下剑 是吗 是 语恩 你剑下王国无术 你逃避人 当然 逃避人有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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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任何恩怨情仇的纯粹对决 我很喜欢 带他们坐 独自面对恐惧 帅啊 他们哪儿都去 避不了 只要是属于我的东西 我都会把他拿回 你说属于你的东西 就是我 你自己又是什么东西 不配 不配 我们已经改过你手机了 可惜你没有把握住最后的机 可惜你没有把握住最后的机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他很需要你 或许是我们彼此需要的 我的法 需要一个强权的王 那你为什么没有答应他 因为天地之法 执行于法 却又不受之用 你要小心 我觉得他的眼神 很深 你在担心我 权力之毒 会腐蚀最强横的国家 也会腐蚀最坚韧的人 你应该有一个 自然轩这里 所以 我为此准备了一个强有力的帮手 这次的行事 比以往凶行百倍 相识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你流泪 乱世之泪 为谁飘零 白日梦醒 蝴蝶飞远 沧海大汗 彼岸无影 一眼千山 白居掠影 高楼微虎 流沙逆林 烽火炸起 寒雨将映 黄金之月 白银星 冰心如玉 君自明